4月29号,公安部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春节党电影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成功侦办215系列专案工作情况。 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上建荣通报了破获马某宇翻拍制作盗版电影犯罪团伙的情况。 斩转全国20个省46个市,累计行程数十万公里,成功获获侵犯电影诸多权刑事案件8起,抓获犯罪嫌疑的149名,春节期间在互联网上大量流传的8部盗版春节党高清影片,正式该犯罪团集团制作并传播。 由此,公安机关彻底查清了春节党高清盗版影片来源,查获了被国家电影发行主管部门追查近三年的幽灵一号盗版片源自作事废,这也是目前被查获的国内第一部高清盗版影片自作事废。 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李金生介绍称,截至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共侦破影视侵权盗版案件2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51人,打掉盗版影视网站361个,事案APP57个,查缴用于制作高清盗版影片的放映服务器器器台,设备1.4万件,事案金额2.3亿元。 通过认真细致的梳理排幕,公安部将涉嫌线下制作销售春节党高清盗版影片的重点线索,交换由江苏公安机关,特别是阳州市公安机关来侦办,迅速锁定了设案为江苏、贵州、河南等地多地的引发,提供高清盗版影片的片段,麻毛语换出,并指挥开展其中收网行主。 截至目前,共抓获、麻毛语等59名犯罪协议人,扣押盗版影片制作、播放、加密等设备13673件,其中放映服务器器,事案金额5000亿万元。 与此同时,浙江公安机关、河南公安机关还打掉春节党盗版影片线上传播量最大的麻花影视APP和两个制作销售高清盗版电影的犯罪团伙。 经公安机关精准打击,春节党电影高清盗版制作源头被铲除,院线电影高清盗版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活动现场,演员吴京等演艺工作者也表达了自己对电影盗版市场的看法。 盗版非法传播的行为呢,其实等于是在砸认真工作的创作者的犯法。 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谢公安机关跟有关部门,部门这个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的打击了这个谨权行为,震撼了没法犯罪的分子。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完善的一套播映系统,就是我们一开始远线播映,播映完了以后,会在各个网站上看到高清盘的合法的各种的片源。 其实有的是免费,有的很便宜。 大家慢慢养生这种良好的习惯,其实这个产业才会越来越良心,越来越好的发展。 另据中国版权协会版权监测中心监测,近期热映的院线电影均未发现高清盗版问题。 下一步,公安部将部署指导各地公安机关认真总结办案经验,分析掌握此类案件的规律特点,创新完善激战法,不断提升精准有效打击的办案能力, 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坚决遏制侵权盗版问题的发生。